12月3日,韩国演艺界传来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 男演员朴明仔在中国旅行期间突发心脏骤停 不幸去世,小年32岁 他的家人公布了这一噩耗,让人震惊不已 据韩国媒体和朴明仔的经纪公司证实 他是在旅行期间突发心脏病,导致心脏骤停 虽然很快就被送到了医院,但还是没能抢救成功 朴明仔的去世消息传出后 他的经纪公司第一时间发布了官方声明 对朴明仔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悲痛 朴明仔在来中国前就特别开心 最后没想到那么开心出游的他 最后以这种方式回国 朴明仔去世前的最后一条动态也是在晒自己的旅行照片 当时他在济南,吃的玩的都很开心 照片也能看出他精神状态很不错 谁能想到他就这样突然离开了 面对这一突发状况,朴明仔的家人也陷入悲痛和难以置信之中 他弟弟通过朴明仔的社交账号发文 说,亲爱的哥哥去好好休息了 希望大家能来送他最后一程